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人口为289万0151人 然而,截至2020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区的人口估计约为1560万 使其成为每周第四大人口大都会区 也是北回归县以南第二大城市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 然而,该市也使用其他语言 如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和异地序语 这些语言主要由多年来定居在城市的移民及其后裔所使用 此外,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几个原住民社区的所在地 例如马普千人和威奇人 他们讲自己的母语 然而,西班牙语是该市的主要语言 因为它是阿根廷的官方语言 也是该国使用最广泛的语言 布宜诺斯艾利斯属于湿润的压热带气候 科本气候分类CFA 夏季炎热潮湿 冬季温和前灶 该市年平均气温为18 C65.5度F 年平均降雨量为1200毫米 47.2英寸 最热的月份是1月 平均温度为24.9摄氏度 76.8度F 最冷的月份是7月 平均温度为10度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些热门旅游景点包括 1.5月广场 5月广场位于市中心 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具代表性的广场之一 它是阿根廷政府行政部门所在地 玫瑰宫的所在地 2.雷克莱塔公墓 雷克莱塔公墓位于雷克莱塔街区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墓之一 它是许多著名人物的最后安息之地 其中包括伊娃碧龙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是多个种族和宗教的家园 不仅为其文化做出了贡献 也为该市和该国其他地区的方言做出了贡献 这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 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已经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 使其成为少数民族的熔炉 因此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认为是美洲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 给了欢迎讨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